那给退休费子 干嘛呀 好好的活着 真的 这画桃柳桑 你说这实话 真的 大实话 什么都得往开着想 真的 大家好 我是北平秋天的美好 在轩南 叫长口这个社区呢 遇到了一位心知口快的姐姐 我都66了 哎呦我看您显年轻 还年轻 你又下白了 您这个哈 这穿这身可显年轻了 亮丽 一点都不能显 亮丽 多好 你们现在的 那个 那个老胡同 老胡同 拍摆老胡同 他也是 把老北京的东西 记忆啊 留下来 就这里头 这里头那个房子 一百多年了 我还拍了吗 没有 我还想 这个房子 能进进了 这个房子 从哪进去 就从那边进去 进去后往里头 这是属于 现在属于房管局了 让进 让几个 还住人吗 不住了 现在就是施工队的 跟着还住 施工队的在这 施工队的 他们那个 就是原来好像一个人 在这 他们那个房 那个什么 上台湾了 说这个人 现在主人都没了 主人没了 主人在哪都不知道 就是没户了 这是一个老房子吧 这是一个老房子 一百多年了 民国时期的 民国时期的 就是说是民国时期的 这一看就觉得 因为这服务里 这种房子少 是吧 您上那里进去过吗 我们这房管局 这个 这是房管局 那个 我知道 那房子 那个结构 能看过 结构里头我没看过 就看外头 挺漂亮的 还行 您这住 住的是几间房 我们都住在南方 你知道吗 就是一间平房 就一间 住了四十年了 扣四十年了 多大年级 小十多平米 老两口 儿子孙子都在这 一间 住的下吗 这儿子住 住的租的房子 旁边的 那还行 您这催修工资 也还行吗 这四千块钱吧 还行 嗯 嗯 臭 够吃够喝 嗯 吃饭没问题 嗯 不要大事 对 是吧 反正现在北京的外星 我们都这样 都这样 嗯 每家每户都这样 对对 我看您这个身体挺好的 你看 身体也臭 反正血压也高了 是吧 反正现在吃药呢 嗯 吃着药 也吃着 吃着那降压药 嗯 嗯 那个还就是兼职吃 对对对 说说在比他小时候强多了 是 知足 你知道 哎 您说这话 说这话 不是 你 比小时候吃不强 强一百倍吧 强一百倍 对 那小时候吃什么呀 吃不上喝不上呢 啊 现在吃好喝好了穿好的 还冷着 就这个呀 您看您这穿着多时尚 其实我 你看你看 你看 一有我就给您照着 尤其这凉鞋 我这鞋要告诉你 这一下天我都穿塌了 好吗 真实上 哎 活明白了老大姐 啊 就这么活着 对 没错 开开心心的 对开心心的 好吧 对 真好 就得想开了 真的 共产党给你退休费 你 你再不知足 你不就住房几点 几点几点去呗 哎 对不对 没错 你也想不开 你看人家住楼房的 哎呦 你你你生气 你气死你 你也住不上 真是 是不是 就对 我们那会儿 说实在您听说 没错了 收赖 啊 都方便让给别人了 哎 就我们家那种 那房没跟你说 分房都没要 那那会儿 共产党员啊 你知道吗 方便让给别人 困难留给自己 完成都 全都那什么 过去都是高风亮节 啊对 是吧 完成把房都让给别人 长节让给别人 就是 那会儿 要走也 也没什么 上南园那边 哦 这多少年了 一说 现在好像都 我们都快七十人了 想想 真 其实还有一点平方住住挺好 挺好 接近戏 就是 你不就吃口饭吗 真 是不是 吃饭 不就吃饭睡觉吗 你住心开 真好了 老伴 以前是领导吧 以前 就是 其中司 总的那种 就当 小头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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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伴领导 您的结果就高 对 是吧 受影响 完整 后来在这儿当我书记 然后 在聚会当我书记 那看来是 要不您这思想节目高呢 我这思想节目 我还说得过去 说得过去 老伴应该退众工资高 提升 也差不多 吃饭没问题 感谢共产党 我说了 知足 知足者常乐 没错 谢谢 这位姐姐呢 也是心直口快 然后知足常乐 天生的乐天派 我们祝福她 每天都开开心心 健康 幸福 今天的视频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了 下一次 再见吧 感谢观看